第五十四讲变太阴病症病之一,前一段时间,我们讲完了三阳病的辩证论治,我们在讲少阳病的时候曾经提到过,少阳是个小阳,是个弱阳,如果少阳抗歇不利,邪气就有可能从阳入阴,从少阳而传入太阴。 所以下面我们就讲太阴病,太阴病是阴症的初期阶段,我们在讲原文之前,我们先对太阴病的大概情况做一个介绍,我们把它叫做概说,太阴病的病变部位,主要涉及到了脾经,就是足太阴脾经。 涉及到了脾脏,我们说三阳病,涉及到脏腹的时候,我们讲的是太阳旁光腹,阳明卫长腹,少阳丹腹,三交腹,三阳病涉及到的内脏都是腹症,三阴病涉及到内脏的病都叫脏症,因为三阴经难和五脏相联系,另外太阴病偏,还涉及到四肢被风寒邪气走伤的症候,伤寒论把它称为太阴中风。 由于皮主四肢,所以我们在太阴病的病类上,把四肢也列进太阴病,可见太阴病涉及到脾经,涉及到脾脏,涉及到四肢,这就是太阴病的病变部位。 关于太阴病的诚意,也有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外含直中太阴,直中这个词,我们在讲上含概论的时候曾经提到过,就是外血不经过三阳,直接侵犯三阴之脏。 你看,还不是经,直接侵犯三阴而发病的,我们把它叫做直中,之所以发生直中,是和内脏阳气素虚有关。 由于内脏阳气素虚,所以外血就可以直接侵犯三阴,而这种症候,我们也说过,病情一般比较重,尤其是少阴之中,那就更重一些。 对于太阴之中来说,它只不过涉及到外含直接伤脾阳,出现了腹痛腹满和腹性的这种临床表现。 这是太阴病成因的一个方面,外含直中太阴,第二种情况是邪犹他经专栏,哪一经的邪气容易传太阴,首先是太阳病,太阳这些可传太阴,当然有的是自安传进入里的,也有的是物质以后。 伤了太阴的脾阳,伤了太阴的脾气,然后太阳表现入里,像我们一会儿要提到的太阴病篇,说把太阳病,一反下之,因而腹满时痛者,属太阴也,那就是一个原本是个太阳病,物用下板之后,出现了腹满时痛,这就是太阳之邪物质之后,邪传太阴的例子,第二种情况是少量之邪可传太阴, 我们说少阳是个小阳,是个弱阳,少阳阳气抗歇不利,邪气就有可能由阳入阴,由少阳而传入太阴。 在南京里面,在京贵妖略里面,都有这样的话,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见肝之病,知肝传疲,当先实疲,我们这里虽然不是肝病,而是少阳胆病,同样胆病也容易影响疲, 虽然在《伤寒论》的原文中,没有一条直接表述少阳之邪不解,那专太阴的这样的例子,但是少阳病的主包小柴胡汤里,有人生,甘草,大早三个补气的药,三个健脾的药,就提升了少阳病容易传太阴, 所以在少阳病的时候,要先补太阴脾气,防止少阳之邪内传,邪由他经专来的,主要是这么两种情况,当然还有一种情况,那就是阳明卸下过度,阳明离热与时针,本应当用卸下的方法,如果卸下过度,结果导致贫阳脾气被伤,阳明的失热邪气排除了体外,随后表现了一个下力不值, 父长满的太阴疲虚的症候,这虽然在伤寒论中没有原文做支持,但是在临床上是存在的,我们在讲概论的关于六阴病症的问题的时候,我们讲到关于太阴和阳明之间关系的时候,就曾经讲到过这个问题,说太阴致邪,当太阴阳气恢复以后,脏血还服,阴病出阳,太阴病可以出阳明,而阳明过用瞎发以后, 阳明造热虚去,伤了脾羊脾气,那就可以转成为太阴病,但是这种情况在伤寒论原文里头没有具体的条文,所以我用一个虚线来表示,太阴的生理,首先我们谈与谈足太阴脾经,从足走腹,正因为他从足走腹,所以我们说皮主大腹,凡是腹部的疼痛胀满了症候, 如果不属于阳明病的话,那就都归属于太阴,为什么归属于太阴呢?因为太阴经脉频于腹部,当太阴经脉有些的时候,气不利则满,血不利则痛,所以腹满腹痛不属于阳明病,那就属于太阴病,足阳明为经络皮鼠胃,足太阴皮经络为鼠皮,由于经络的相互联络, 加上赞福的一模相连,就沟通了阳明和太阴的表里关系,我们在讲阳明病的时候,提到了阳明主树纳,太阴主润化,二者浪化相依,提到了阳明主葬,太阴主诗,二者造诗相继,提到了阳明主将,太阴主生,提到了二者生将相依,我们在讲太阴病的时候,也同样要谈一谈,太阴和阳明的关系, 第二点,我们要谈一谈脏,太阴皮脏,它主润化,润化什么,一个是润化水骨精微,一个是润化水湿,这是在上寒论中涉及到太阴病的很重要的一个生理功能,当皮阳虚皮气虚的时候,润化湿丝,它就导致了水湿不润,还是内盛,太阴皮主生清,所以太阴病也出现了生清功能的失调,不能够生清, 于是护皮气下陷,出现了下力的正后,皮阳主统穴,但是在伤寒论中,伤寒论中的太阴病偏,没有涉及到皮阳主统穴的正后,所以我们在这里就不再复习,关于皮阳主统穴的生理功能,生理我们就介绍这么多,我们在这里不再谈阳气的问题,那么要不要谈阴气呢? 从生理的角度来说,太阴是煮运化的,运化水谷精微,运化水液,所以它所主管的阴液的量是最大的,你想想所有的水谷精微,所有的水液,都要靠皮所来运化,所以它所主管的阴液的量是最大的, 因此皇帝内阴把它叫做三阴,而少阴呢,它是煮水的,你看少阴,它是煮水的,它也煮藏阴,但是水液的量是仅次于皮所煮的水谷精微和水师,少阴它所管的阴液的量属于二等,因此它是二阴,绝阴是煮藏血的,却是人体阴液中最精华的部分, 所以绝阴是一阴,三阴,二阴,一阴,是根据五藏中它主管阴液的量的多少来划分的,但是我们这里的讲的是伤寒病,伤寒病是寒邪伤人阳气为主的,所以我们在三阳病中强调了阳气和邪气做斗争的这种状况,因为它不是伤阴液为主,所以我们在三阴病中不强调阴液和邪气之间的关系, 所以我们不再谈它的阳气或阴气的问题了,对三阴病来说,都是阳气偏虚,而阴液还内生的症候,不过太阴病是仅仅皮阳的虚衰,而少阴病呢,涉及到鲜身阵阳的虚衰,阳虚就更加严重,至于绝阴病的情况更为特殊一些,我们到绝阴病篇再谈,太阴病的症候特点与分类, 如果我们用一句话来概括太阴病的症候特点的话,我们可以说,太阴病是脾阳虚,脾气虚,运化虚思,生降吻乱,邪从寒话,还是下诸的症候,这是我们讲它的主要症候,太阴病是脾阳虚,脾气虚,运化虚思,生降吻乱,邪从寒话, 因为它本身阳虚,未来的邪气它不会化热,邪从寒话,还是下诸的症候,就是我们从总体角度来讲太阴病的特点,所以太阴病的症候,第一点就是太阴三虚寒症,太阴三虚寒症的基本病基,也就是我们上面写的这句话, 脾气虚,脾气虚,运化虚思,生降吻乱,邪从寒话,还是下诸,鉴于我们商寒论的原文273条,277条,273条,也就是太阴病的提纲症,277条,是讲到了太阴张虚寒症的具体原则,因为它是脾气虚,脾气虚,对于太阴张虚寒症来说,那我们再上, 就像二百七十七条所说,但温知,应当用而补的方法,用什么方子呢?一副四溺被,用四溺谈一类的方子,也就是说四溺被,应当包括哪些方子呢? 以会我们讲原文是在讲,第二组症候,是太阴经脉兽邪,经脉是行血气,淫一扬的,这是皇帝内经的话,行血气,淫一扬,所以当太阴经脉兽邪的时候, 经脉气血湿合,就会出现腹满食通,肚子胀,肚子一阵阵疼,因为气不利则满,血不合则通,肚子胀,肚子疼,这个时候,用贵指甲少咬汤,用贵指甲少咬汤来疏通经脉,和理缓急,你看血在经脉,它不再用语中刺腻这类的方子,而是用贵指甲少咬汤来疏通经脉,和理缓急, 如果气血不合,进一步发展到气质血液的程度,那就在贵指甲少咬汤疏通经脉,和理缓急的基础上,再加一味大黄,大黄的量不要用的太多,加大黄在这里干什么呢? 是为了话语止通,也就是说,太阴经脉受邪之后,经脉气血适合的用贵指甲少咬汤,太阴经脉气质血液的,用贵指甲大黄糖,贵指甲大黄糖就是指甲少咬汤再加一味大黄 第三个症后,是四肢凡疼症,这个症后在伤喊论中也叫太阴重风症,它指的是四肢被风含邪气所伤,咬陷了四肢剧烈的疼痛,这个症后没有全身性的发热,你不能把他归结为杨征,他没有发烧,你不能把他归属为杨征,没有头像强痛,你不能说是为他杨病,没有额头疼,你不能说是杨宁病,没有头疼,你不能说是杨宁病,没有头疼, 牧师,偏头疼,你不能说是杨宁病,四肢谁所主啊,太阴所主,又没有全身的发热,所以将重景把四肢为风含邪气所伤表现的剧烈疼痛归属为太阴重风,应当是最合理的一种分类,这种情况用什么方式来啊,用规之汤来,太阴病就这三种症后,其中以太阴当虚含症,为太阴病的主症,刚说的第五个问题, 我们谈谈太阴病的愈后,太阴病的愈后有这么三种情况,第一种情况,谐传哨音,太阴疲虚含,效率越来越重,因为人拉,脾疼越虚,脾气越虚,最后由单纯的脾疼虚,导致了胜疼的虚衰,最后发展到脾疼两虚,就由太阴病发展成哨音病,这是一种情况 第二种情况,是外婆阳明,什么样的症后可以外保阳明呢?这里包座破讲,就是外婆阳明,什么样的症后可以外保阳明呢?就是残虚含症,肤满食痛,效率越来越重,过了几天就发假成不大便了,不是这个情况,而是太阴失拙不化,失着在肠道预计过久以后,太阴疲羊也逐渐逐渐恢复了, 然后失着不愈,愈久从阳明脏化出现了大便干燥,这就叫太阴外保阳明症,不是方虚含症外保阳明,而是失着不化外保阳明 这个问题如果我们现在没有理解的话,我讲原文的时候我们再进一步讲解 第三种情况是太阴病的自愈症,什么情况可以自愈?两种情况,一个是斜在四肢末梢的四肢阀疼症,一种是斜在四肢末梢,重镜把它叫做太阴中风 这个病可以自愈,因为邪伤的比较表浅,人体的阳气驱邪外出的时候,把四肢末梢的风寒邪气驱除出体外,可以自愈 还有一种是太阴失着内胜,当人体皮阳脾气恢复的时候,驱除失着之邪,失着之邪外邪可以自愈,而这种太阴三肢寒症是不能自愈的 必须,我们在讲三阳病的时候,没有专门讲育后这一项,而讲到三阴症的时候,就开始讲育后了 因为三阴症,特别是少阴病,它有育后不良的问题,我们就要讲它的育后了 这样的话,我们就把太阴病的大概情况就谈完了 现在我们就看伤寒论的原文,先看273条 273条是太阴病的提纲,太阴之未病,腹满而土,食不下 自愈一肾,食腹自通,弱下之,必胸下结应 这条作为太阴病的提纲,它以太阴三肢寒症的临床表现,来说明太阴病的主要症候是太阴三肢寒症 症状虽多,我们可以分成两类,一类是腹满,食不下,和食腹自通 这组症状它提示了皮疡皮气虚,运化湿丝,运化湿丝以后,就会导致寒湿组织,气息不畅 所以,它既可以有肚子长,也可以有肚子痛,但是这种腹毛和腹痛,它的特点是时轻时重 隐隐作痛,疼痛也罢,胀满也罢,有时候轻,有时候重 这种疼痛呢,只是隐隐作痛,绵绵作痛,细温喜暗 这证明它是寒症,是虚症,那维得爱以后,肚满和疼痛可以得到缓解 得过得了阿德缓解,我们前面学过后将扮肝身汤症 原文是说,发汗后,不肠麻者,后蒲干将扮下肝桃人身汤煮汁 那是一个虚中加实的肚满,我们在阳明病片 也学过肚满不减,减不足颜,当下之,一副大成汽汤 那是一个纯实症的肤满,这三种肤满,严格的说 它都可以看成是杂病的范畴,太阴病也可以看成是杂病的范畴 它以披阳虚,披体虚为主,这不就是个糟病吗? 这三种肤满在鉴别上,我们前面曾经提到过 对于实症的肤满,24小时持续存在这种肤满腹痛 而且呢,是剧暗的,肤满不减,减不足颜,伴有腹痛 剧暗的,上午轻,下午重,这符合时清时重的特点 等它下午肤满重的时候,不洗温暗,你按压它它更疼 你用热水袋去捂它,它也不能够缓解 那是诗中加诗,那就是我们在后将板杆深藏中所提到的脾气诗 运化诗诗,水诗内流,诗句未谈,谈诗组织 已经有了有形的谈血组织,而在这里仅仅是个韩诗之气 韩诗组织仅仅是个韩诗之气 能而得爱以后,韩诗之气得以文韵,负胀负痛减轻了 因此这是以虚为本,以虚为祖的一个证后 这是二百姓诗三条的第一组证后 第二组证后,土和自立一圣,呕吐和下域是生降紊乱 这是由于皮阳虚,皮起虚,运化诗诗,生降紊乱所造成的 我们应当特别注意的是自立一圣这四个诗 它拨过了一些什么意思 首先说,它是下域越来越重 如果你不去的话,它会越来越重 这是自立一圣的第一个意思 因为了,脾梁越虚,脾气越虚 脾梁脾气越虚呢,它就会越拉 所以你不去的话,它会越来越重 这是台阴自立一圣的第一个意思 第二个意思是说吐和立香比较,呕吐更重呢 还是下域更重呢,以下域为重 因为它毕竟是太阴病 下域则之于皮,呕吐则之于胃 如果是无珠于汤症 你看到等到下域病的后面有无珠于汤症 它可以呕吐,也有下域 无珠于汤症这种下域是以呕吐为主 它已经为汉为主 而太阴病的吐力是以下域为主 因此它说自立一圣,呕吐和下域相比较,以下域更为严重一些 这正体现了正式太阴病的特点 另外自立一圣还有一层意思 其他症状包括腹满而吐,食不下,食负自通 这些其他症状,都伴随着下域的加重而加重 腹满而吐,食不下,食负自通 随着下域的加重皮羊脾气越虚 这些症状也随着加重 我讲到这儿的时候,以往班的同学就问我了 说老师当初张重景就随意的写了一个字一一圣 他想到了这么多深刻的意思吗? 我说,他想到没想到,我们今天研究的人尽可能想得宽一些 实际上,张重景想到没想到这么多,我们也真的不知道 但是我写了一篇文章,有好多同学看完了之后 他分析那个意思,原来我根本没想到 所以这种情况是有的 这个在古代,有一个引国的人给英国的宰相写了一封信 写信的过程中,天逐渐逐渐黑了 他就喊那个书筒 举竹,说你把灯给点上,举起来 他说这句话的同时呢 他就在这信里头,就把这两个字也写进去了 英国的宰相接到这封信以后 读到这里,哎呀这里一个举竹什么意思啊 举竹那就把灯高高的举起来 到灯则下明,这就暗示我执行良好的爱您的政策 然后好好的治理国家 于是乎,他就改变了自己治国的方针 治国的策略,从此英国就兴旺发达起来了 所以我们在研究古人的著作内容的时候 我把自立一身分析了这么多的内容 很有可能我们是分析的太多了 但是我们分析是符合这个病病机的特点 也符合他的临床特征的 确实是太阴的虚寒的下力 它是越来越重的 也确实是对太阴疲病来说 呕吐和下力相比较 它这个下力是比呕吐更重的 也确实是随着下力的加重 疲疆虚,脾气虚的加重 其他症状包括腹满耳吐,食不下 腹满食痛的症状也是越来越重的 因为这个症候是纯虚寒的 你不要看到它有腹满和食腹自通 把它当做一个食症的来 如果把它当做一个食症 用了苦它卸下的话 必胸下结印 大家想一想 胸下结印这个症候 类似于我们过去所学过的什么症候啊 耐脏阳衰,您还内宁 不就是类似于我们过去所学过的脏结吗 脏结这个病 正衰斜时,功博两难 我们在太阳病片 学习胸脏结心下痞的时候 不是提到过吗 耐脏阳衰,您还内宁 胸内下结印疼痛 和结胸正相类似 正衰斜时 功博两难 欲后不良 所以对太阴提虚症来说 绝对禁用下法 太阴的提刚症 我们就谈完了 从提刚症这一条 我们可以体会到 太阴病是以方施寒内主的一组症候 那么脏施寒症怎么 我们看第277条 自立不可者 属太阴 一气脏有寒护也 但温知 一副自立呗 这个字里 我们刚才已经解释了 它的病基 是脾阳虚 脾气虚 运化失丝 深降紊乱 我们再加一句 还是下注所造成的 这个字里的病基就是脾阳虚 脾气虚 运化失丝 深降紊乱 还是下注所造成的 对于脾气虚 这种次立的大变性状是什么呢 大变西堂 它没有发展到下立青骨 顽骨不坏的地步 它是大变西堂 因为它命火不衰 沈阳不衰 次立不可 这个不可是个鉴别症状 第一个除外了热症的下立 除外了热力 热力 热身伤筋 下立般有口渴 现在不可 说明它不是个任性的下立 第二个 它除外了少阴的下立 少阴是阳虚衰 火不暖土 腐术无权 可有下立 这种下立的它的是下立青骨 顽骨不化 这是少阴下立 这里所说的火不暖土 不是指的是新火 而是指少阴的生火 指的命火 火不暖土 中阴把下交正的阳气 比喻作火 把中阴拿比作是果 你把粮食和水放进去 底下不开火 那当然是做不成饭了 所以拉出来的还是不消化的食物 少阴下立是下立青骨 顽骨不化 这种下立大便的性状和太阴 下立大便西堂 它是不同的 少阴下立还有一个表现 就是自立而渴 这个少阴下立 它也是虚寒症 它怎么会有口渴呢 那是因为肾阳虚 气化湿丝 整个水液代谢是靠肾阳的蒸腾和气化 这个肾阳虚 就气化湿丝 今夜不能正常的化身和舒服 肾阳虚 气化湿丝 今夜不能化身和舒服 因此就表现了口渴 但是这种口渴 毕竟是虚寒症 它是喜热饮 不多饮 所以就三一并来说 自立不可折 数太阴 自立而可折 数少阴 因此277条 开头所说的自立不可 既出外了热力 也出外了虚寒下力的少阴下力 这样的话 仲景就可以确定数太阴 为什么有下力呢 一气脏有汗护也 因为脾阳虚 脾气虚 太阴有寒 所以就出现了寒室下注的下力 那么这种症候怎么办 仲景说 当文之 用文卜的方法 当文之讲的是制法 用文卜的方法 一副自立不 自立不应当包括哪些方子 从商寒论的元书来看 我们很难理解 是不是四蜜汤 偷卖四蜜汤 白铜汤这类的方子啊 因为太阴皮饼 应当用李仲汤啊 所以后世的一家说 四蜜的应当包括李仲汤 父子李仲汤 四蜜汤这类的方子 我们在前面曾经提到过一本书 叫桂林古本商寒杂定论 我们说那是自称是张仲景 第46代的孙子张韶 他保留着说是张仲景 亲自修改过的第12道的 《商寒杂并论》16卷 然后他把它传给左圣杰 左圣杰又传给罗泽初 我这个评计一来说 是左圣杰在先 啊 还是罗泽初在先 我可能把它颠倒了 然后刻板印刑 就是我们所谓的桂林古本 《商寒杂并论》 因为这个书 它还是十几年以前印的 如果去书店里头或是古书店去找 也许还能找得出来 桂林古本商寒杂并论 这一条是怎么改的呢 但问知 一幅李中四溺碑 那么这么一改 你改得非常好 那就知道四溺碑包括了李中藏 单纯的皮杨虚 皮起虚 运化湿丝 还是下注的想利用李中藏就可以了 你一看自立一胜 拉着拉着胜羊就有点不足了 那李中汤就压不住了 最后简直是不仅是倒变汤薄 倒变西汤 而且又顽固不化了 那完全是皮肾养虚 已经犹太阴病发展到少阴病了 那就直接用四溺糖 严重的用通卖四溺糖 所以一幅李中四溺北 那就是这样一个意思 在其他许多条文中 重景都是说某某汤组织 从来没说用一类方子 为什么他这里说一幅李中四溺背呢 这是因为太阴下厉 自立一胜 拉着拉着就发展到了平顺两须 所以在用方子上 让你根据情况来灵活变通 而不直接固定用某某汤组织这样的话 所以这就提示太阴病容易传哨音 也提示你在上阴单随正置之 好 关于太阴病的概说 太阴病的体肝症 以及太阴脏虚寒症的临床表现可制法用法 我们就谈完了 这节课的时间到了 大家下课 谢谢大家 1 2 3 4 5 6 6 7 7 8 9 3 12 8 8 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本头条发布的数相关权利人所有,如有存在不当,请随时与我们联系协商,与医生成朋友,多个健康顾问,健康医生。 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别忘了按赞哦。